當色谷的變革即將落幕 當一切的幕後黑手 連通了傳承千年的血脈 沒有了五條五的咒術界 要如何拯救這個沉淪的世界呢? 大家好 我是五個光 歡迎回到咒術迴戰的世界 上一話中虎杖打出最高規格的黑閃 一擊將進化後的真人直接打回原形 就在虎杖準備將他付出時 佔據下有肉體的鑽索卻突然出現 而虎杖不知道的是 東唐在趕來救他之前 曾經去過色谷戰的副五層站台 那裡除了無數毫無意識的人類 沒有任何救靈的痕跡 只剩下浴門將曾經砸出的深坑 這意味著被封印的五條屋已經被帶走了 見到這個場景的東唐當機立斷 馬上改變了原有的作戰計劃 從奪回五條屋轉變為解救我方同伴 並盡可能的削弱敵方戰力 在東唐前往虎杖所在的同時 熊貓正在被漏虎的雲石所毀滅的建築中 尋找同伴日下部的身影 在一點生無可憐的日下部被成功救出後 他的第一個念頭卻是 我絕對不會再站在虎杖一方了 他永遠都不會忘記 素挪站在身側的恐怖感覺 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 覺得死亡離自己這麼近 在虎杖無法確保主導身體 五條屋又失蹤的情況下 或許除死虎杖才是最好的選擇 就在色谷戰場接近尾聲時 冥冥和悠悠卻已經提前撤離 他們利用悠悠的術室 直接從日本移動到了基隆坡 沒有人知道他和眷所為什麼沒有開戰 更沒有人知道他們聊了什麼 但他拋售了日本所有資產的行為 代表著眷所在色谷投下的這枚石子 將在現代社會掀起驚濤駭浪 而這場戰爭中最割裂的人 無疑是發現了跟虎杖血脈聯繫的帳像 突然出現的記憶和無比真實的血脈聯繫 以及壞象和血徒的死亡 這一切的一切全部交織在一起 讓身為大哥的他不知該怎麼面對 但也正是因為大哥的身份 讓他抹掉眼淚 撫平思緒 他必須要去弄明白虎杖究竟是什麼人 而他自己又究竟是什麼 在這個大變將至的時刻 身為始作俑者的眷所 卻對著真人假猩猩的說著 需要我來救你嗎 而同樣看到了眷所的虎杖 瞬間回想起了之前通過機械丸得到的情報 五條物正是被一個腦袋有疤 身披袈裟的下游性男子封印的 看到了敵人的虎杖 再也無法保持冷靜 大喊著把五條老師還來 便禁止向眷所衝去 看著奔襲而來的虎杖 眷所卻不慌不忙的說起了 江戶年間盛傳的 鯉魚導致地震的神話傳說 一條鯉魚驟靈也同時從他手中落下 驟靈入地的同時 虎杖腳下的地面突然出現黑洞 一眨眼就成為了深不見底的萬丈深淵 虎杖的躯體也隨即開始快速下墜 意外的是他的自由落體 僅僅持續了半秒鐘 就以他的後背撞上地面而告終 就在虎杖有些迷茫時 來到近前的眷所揭曉了答案 他剛剛感受到的一切 不過是眷所操縱下咒靈的術室 而更加可怕的是 這只不過是擁有咒靈超速的眷所 所能使用的其中一個咒術罷了 能夠驅使多個準一級以上咒靈的他 幾乎等於擁有了無數咒法 這使得他的對手很難預判即將出現的攻擊 完成了戈普的眷所也來到虎杖面前 突然出現的烏工咒靈 在虎杖還未反應過來之前 便將他完全束縛 剛剛的萬丈成員更是再次出現 咒力湧動 血肉潰散 隨著眷所將蜈蚣救靈緩緩收回 滿身是血的虎杖也從其中出現 身體幾乎已經不能動的他 仍在低吼著把老師還給我 就在眷所感慨虎杖生命力強悍的同時 一隻帶有縫合痕跡的手 正在快速接近眷所 眷一側身便躲過了真人的突襲 雙方對於這個結果似乎都不意外 在人類的憎惡和恐懼中誕生的真人 又怎麼會不知道面前的隊友 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救自己呢 咒力超速瞬間發動 在術士的效果下 無力抵抗的真人很快化為了眷所手中的黑球 在眷所吞噬真人的同時 卻莫名其妙的開始和虎杖 講起了自己的術士 極致帆是術士除了領域之外 所有術士的終極奧義 而咒靈超速的極致帆名為漩渦 他可以把之前吸收的所有咒靈化為一體 用超高密度的咒力來攻擊對手 漩渦雖然攻擊強悍 但卻因為捨棄的咒靈超速招式多變的特點 一直沒有得到眷所的重視 他認為這不過是對第一級咒靈的在地用手段 而當他嘗試對準一級以上的咒靈使用漩渦時 才發現自己完全錯了 漩渦對準一級咒靈發動之後 他的真正能力才終於顯現 術士抽取 就在眷所認真科普的同時 虎杖敏銳的感受到了同伴的接近 他強行讓自己冷靜下來 等待發動總攻的時刻 在虎杖的注視中 眷所成功吞下了真人所畫的黑球 而虎杖的小心思也早就被看穿 連他都能感受到的咒力 活了上千年的眷所 又怎麼可能沒有察覺 在他們正上方 騎車掃走的氣功 正用點燃的燈火向甲帽發出信號 感受到同伴信號的甲帽 手中的滿弓也同時釋放 三根充滿咒力的箭矢 落地的刹那有如流行轟地 而剛剛躲開這一機的眷所 卻發現自己已經被另一方向的攻擊瞄準 來自真音的狙擊 讓眷所不得不召喚出一隻咒靈 來抵禦傷害 就在他輕鬆地將子彈剝落時 三輪和他的刀已經出現在身後 這一刀承載著三輪的過往和未來 他的心中更是有著 即便此後再也無法握刀 也無怨無悔的覺悟 心一流 拔刀 賭傷了一切的斬技 卻被眷所徒手接下 純剛打造的刀刃 居然被眷所的手掌聲聲捏爆 眷所也在同時開啟了他的奧義 極致犯漩渦 在虎將絕望的呼喊中 三輪所在的區域瞬間被咒力填滿 巨大的爆炸掀起無數碎石 待煙塵散去時 剛剛的爆炸中心只留下一個駭人的深坑 幸運的是位於爆炸中心的三輪 被正好趕到了日下部成功救下 一直在後方埋伏的戈基 也被剛剛的奧義逼得直接現身 三個隊伍終於會合 處於大猩猩狀態下的熊貓 在確認了虎將正在掌控身體後 終於放下心來 現在他們的對手就只剩下 鮮實了五條物的卷所 就在這個時候 為了探尋真相而來的帳像 終於趕到 看著面前跟自己打招呼的卷所 帳像從那份血脈聯繫中 知道了一切的真相 他有著三個父母 生下他的母親 和讓母親懷孕的舊靈 以及在其中混入了自己血液的 侮辱玩弄他母親的家冒獻輪 而面前的夏尤姊 和百年前的家冒獻輪 有著一樣的氣息 這意味著 他們都被同一個存在佔據了身體 身為老師的歌姬 對家冒獻輪有所耳聞 那是家冒家的污點 號稱史上罪惡的術師 大家終於可以確認 面前的人並非夏尤姊 而佔據了夏尤肉體的卷所 並不避諱這個事實 家冒獻輪也只不過 是他曾經用過的肉體之一罷了 揭曉了這一切的帳像 怒吼著向卷所衝去 他險些因為卷所的設計 把自己最後的弟弟虎將爺給殺了 就在這時 一道人影卻突然擋在卷所面前 居然是訴諾曾經的舊部李梅 隨著決戰即將到來 本期視頻也到了尾聲 下期預告 終章無數人的周立覺醒 白鬼世代再度降臨 感謝你的觀看 我是五顆光 歡迎點贊 關注 轉發